在腿部或者腰后贴上腹肌贴 把腹肌贴卡扣打开 塞进去腹肌贴到底部夹住 撕开后面的抹纸 把有粘性的那面贴到顾客身上 插上电源开启开关以后 开机按左下角按键一次 就可以了 点儿二选择面部手柄 这是启动键 先给顾客涂抹凝胶 操作胶原枪 需要把身上的金属饰品摘下 先把面部的凝胶涂抹均匀 按启动开关 操作时遵循从内往外 从下往上的提拉方向 轻度贴合顾客皮肤滑动 切记不可把探头停留在皮肤上 避免烫伤 在操作过程中 根据顾客反馈的热量来增减能量 一定很结束了 再请 先到某个人 适量的凝胶 再移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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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备 整体的提拉手法做完,可以加强局部操作 可以由内往外进行打圈手法 法令纹和苹果肌提升,可以稍微用点点力 现在来操作眼周和额头 涂抹凝胶要注意不要弄到顾客眼里 均匀涂抹开来 眼部跟额头用能量低一些,建议用5到10 用打圈和提拉的手法来操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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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和线操作,可以提拉到面部固定住 颈部操作,在颈纹身的地方打圈来回滑动 整个面部操作过程大约30到40分钟 做完会有面部微红持续加热的感觉,属于正常现象 建议顾客一个月保养一次,效果会更加明显持久 想要少女紧致肌肤的姐妹,赶紧冲啊 我们来看看左右对比 操作过的左边明显紧致了许多 右边没操作过,皮肤明显很松弛 看看左边面部小了一圈 法令纹也变浅了 右边皮肤状态下垂,左边是提升向上的 这边的身体 不明显